谁说没有用实弹 他打了火焰弹也打了很多烟镖 而且做很测试 但是因为要真正做实弹操演 假如是精密的武器 你必须要配合了靶机 而且有水下的自走的靶标 所以整个技术的复杂度 是远超过这种所谓的战备抽射的等级 那个是整个的套的火力的展示之用 尤其我们今天在这些所有测试模拟 都是属于精准武器等级 但是对岸下礼拜所做的一般的火炮的操演 基本上来讲那是小口径的火炮 那个档次是非常之低 也没有配合任何演习的响地 所以两者之间根本就是天差地别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小规模 而且真的微不足道的射击的演练 而这边是属于高级的科目 而且状况响地是配合了一定的 他的故事的发展 然后去做精密武器 而且海空联合一起来做 所以这两个就整个组织的密集度而言 其实在苏澳外海这边 这整个的过程是更加的复杂 档次也就是级别也比较高 而那边只不过是属于像一般的 这个是陆军地面部队 甚至是民兵或预备役的火爆验证射击 那些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那边好像是 那边在有实战演习 然后把自己吓得胡说八道 在一边 这些人是 别人 好 这些人是